为了把今年的万金石马拉松办得更好 新北市政府特别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方旭中 来为万金石设计专属的跑者衣 以及周边的文创商品 并且在6号这一天进行了发表会 由副市长侯友宜领头走秀 市府也欢迎大家都来万金石马拉松共襄胜举 新北市一年一度的国际盛事万金石马拉松 即将在3月份开跑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副市长侯友宜也肯定这几年来举办的成效 也为这一次获得同认证感到开心 他表示现在报名真的都是秒杀 能被抽中真的是运气很好 在3年前我要记得大家的努力 不但整个赛事的规则 还有环境 甚至包括整个拉拉队的加油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同时国际铁定总会 把派观察员来给你看看这个万金石到底合不合不标准 他们来给我们指导观察 经过他们的认证以后 得到了我们台湾唯一的同标章赛事的马拉松比赛 大家也很清楚 除了我们很多的规定符合国际田径总会的标准以外 更重要的万金石马拉松 希望照备所有马拉松里面 想睡一条马拉松了 为了让这场国际比赛更具意义 新北市政府特别邀请知名设计师方旭中 来为万金石设计专属的跑者衣以及周边的文创商品 并在今天进行发表会由跑者走秀来带出周边商品 这几年其实运动的穿搭跟实用性慢慢的回来 它其实影响到很多的流行产业 那我也希望说能够做一个大家能够喜欢它常常穿它 而且它不会因为所谓的流行退流行 所以在这一次的设计上面呢 我使用了一个女王头的意象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在线条的设计上面 我设计的是七条不同的道路 给你设计一套非常不一样的运动跑衣 同时呢 如何透过我们的文创产业以内 用网页 用周边的一些创意的图画 让我们万金石成为 我们在推动运动的时候 结合文创变成不一样的地方 侯副市长也一身运动装出席代言 号召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来会场替大家加油 也可以买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回去 大家一起来共享深居 接下来欢迎收藏报道